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手机节目软件 或者叫移动设备3D节目CED软件 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详细介绍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在这个应用上边里面 看一看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玩软件的基本操作和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软件的界面 我们点打开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软件的主界面 非常的简介 非常的简介 顶部有四个图标 最左端是这个菜单栏 然后右边有三个 分别是新建文件 然后有个文件夹表示文件的储存位置 然后后面是一个调整 可以调色板 可以选择主题的颜色 前景色背景色强调色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这些颜色都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好 我们看菜单哪里面 菜单里面主要介绍了软件的信息和设置 那么点开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软件的名字 CD节目号 然后版本号 然后软件的官网 软件的官方论坛 然后它的电子邮件 然后还有交流的购客群 以及微信公众号 还有视频发布的网站 推特 Bilibili 还有YouTube 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 进入这个群和关注它的微信公众号 模终Soft 下面是设置 设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个调色板 跟前面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需要调整颜色 然后有一个模式 模式有两种 UOS手和Metro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的模式 然后语言我们基本上是跟随系统 好 现在文件夹呢 我们点进来看看 它叫沙盒 这个沙盒是系统默认储存文件的地方 一般我们临时的一些文件可以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如果比较重要的文件的话 我们还是最好放在手机的出生卡里面 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保存我们所需要的文件 这个 在文件夹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以前建立的这个 建好的这些模型文件 也可以打开上时我们没有完成的这些文件 那么今天呢 我们点击这个新件 你新件 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软件的做图界面 上面第一栏 上面有我们的CD建模号1 这是一个文档的名字 名称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它进行命名 那么怎么命名呢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右上方的这个保存按钮 对文件进行命名 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可以保存在沙盒当中 也可以定存为到我们的自己所建立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新创立文件夹 创建我们也可以把它保存在这里 好 现在我们的文件 那位置就保存好了 那么我们在做图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做图完毕后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它就可以保存了